你知道嗎 現在房價漲得更驚人 這新竹科學園區周邊的房價 快速的上漲 在今年第二季 新的增益這個交易額 比去年平均的大概是落在了 真的是很貴的一個價格 跟去年同期相比 晚一年買房子的話 要告訴你 你要多花一百九十二萬 新建案持續趕工中 新竹科學園區周邊房市火熱 房價攀升速度位居全臺之冠 根據銀行建價 估價資料顯示 新竹科學園區周邊房價上漲 速度最快 平均每戶成交價 跟去年同期相比 購物者要多花台幣一百九十二萬 科技新貴炒房乱象 在新竹地區值得留意 因為我們這邊就是漲得蠻誇張的 就是全台灣都在漲 可是我覺得我們新竹還蠻扯的 對啊 漲得很快 因為通貨膨脹的關係 那導致建商那個建材成本 還有人工成本整個都上漲了 所以把費用轉嫁到消費者身上 再來就是新竹跟竹北 已經沒有多餘的地可以再做開發 受到科技新貴蠟灘影響 新竹線去年房價漲幅 已經超過臺北市 尤其是竹北 寶山 竹東等地 各重劃區內的興建案 不過房價飆漲也讓民眾買房的痛苦 指數攀高 房價增幅過快 是不是涉及炒房 政府相關單位值得多加關注 記者 人樓 新竹報道